诸葛亮要举兵伐位,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初识表,这份初识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写得也很深沉,字字句句,他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维,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 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这份表彰意义非常深刻,他不仅体现了居安思维,同时在这表彰里边,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视听,就是让他历经图治,要继承好他父亲先帝刘禅的霸业, 让他不要网字飞薄,也不要隐喻不当,失掉了大意,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堵塞了忠建之路。 就是说告诉刘禅,要多听正确的意见,其实啊,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了? 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非常的懦弱,这个人可以说是暗若不明,诸子难辨,就是说他好坏不分,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偏听偏信。 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赏罚不分明,那不就糟了吗? 所以丞相在出示表里提醒刘禅,让他亲贤远奸,特别是周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 那这些忠贤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来多亲近,就是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 同时呢,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贝的三顾之情,脱骨之重。 那么自己啊,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 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一次去罚位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 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 我走了之后,那么郭优之费仪,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请陛下你呢, 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证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 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 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 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军众,刘备啊,更了解刘缠。 常言说的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 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观文,他大儿子刘缠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 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缠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租主就得了。 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 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混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啊,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的,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他一再提啊,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脱孤之重啊。 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缠,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这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 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缠,说免之免之,更求闻答,物以小而为之,物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 你别以为啊,这点小晒小消的好事你不去做。 威贤为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 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示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 刘缠呢,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的话。 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得好了。 可是这位刘缠呢,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被那表往那一放,皱着个眉头,他瞅着诸葛亮。 哎呀,相父啊,相父啊,相父难争,远舌艰难啊,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座位安息啊,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功劳相父神思啊。 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收服了孟祸啊,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 哎,诸葛亮轻轻地长叹一声,陛下,陈寿先帝托孤之重,宿业未尝有待,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了,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 哎呀,丞相,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谁啊,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 嗯? 这是其一啊,其二呢? 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啊,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按力量不够。 人马联筹,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 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瑞继位了,如此黄雅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 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瑞贬了司马仪,把他削之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如果司马仪要是镇守庸梁操练人马,这对我悉数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 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哎,罚到汉中,观其动静。 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儿驻扎一阶段,哎,这也没有什么伤害。 哎,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 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 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儿说,同时呢,方才啊,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瑞才十几岁个孩子,做了皇帝了。 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瑞把那个车气大将军司马仪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呀,那自己就不好再劝,哦,呃,请丞相尊便。 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战利。 这时候,刘禅一看,呃,乔州大夫说这些话,呃,丞相也没听,再说,相夫说的那也有理呀,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啊,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夫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夫就得多多操劳了。 啊,呃,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望相夫多加保重,万岁望安。 当时流传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吴湘侯领益周末,指内外事,呵,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权权的。 啊,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 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梦启,在绵阳病故了。 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啊,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流传也很难过,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中马超。 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流传传旨,后葬马超将军于绵羊,诸葛丞相在成都摇记了一番,以为将校之心,大家都非常感动。 把这个事情忙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 哼,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 怎么呢,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挤如麻林啊,尤打这个云文七十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氏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岩。 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啊,当时传令,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即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 他派郭优之鹤,董允飞夷为市中,总涉宫中之士。 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 相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镇为市中,蒋婉为参军。 张义为长使,掌管丞相府市。 杜琼为建仪大夫,杜为杨红为尚属,孟光莱敏为祭酒。 尹莫里传为博士,玉政废师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 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元啊,有好多都是众臣啊。 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去北伐中原的人了。 令前都督御镇北将军领丞丞相司马梁州刺史都庭侯为言。 前军都督扶封太守张义。 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徽,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义,监管运梁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带。 副将飞魂将军料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中,府农将军官内侯张义,行中军师车气大将军都庭侯流眼,中建军杨武将军邓之,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肃,前将军都庭侯袁申,左将军高阳侯武义,右将军玄都侯高降,后将军安乐侯武班领长使随军将军洋义, 征南将军流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云,左护军赌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流敏,后护军典军中郎将官庸,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继,行参军建议将军严言,行参军偏将军窜息,行参军皮将军杜义,武略中郎将杜齐,随荣都位圣辈,从事武略中郎将凡齐,点军书记凡建, 丞相使令董绝,帐前左护卫使龙襄将军官兴,帐前右护卫使胡义将军张包, 呵,嘿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洞,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延守住川口一具东窝,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的哪天呢? 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秉银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啪令旗怎么一摆,干嘛呀?按现代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在街上,就在阵下怒恼意语要老将,成相架,切 dirikum。 啪啪! 啪! 用手一溜争群,大步向前,站在率岸前蓝上了,是怒蓉满面,哎呦! 中文武这么一看 有的人按吃一惊啊 看这位老将 发似三冬雪 虚如酒羞霜 鹤发童颜 别看眉毛胡子 头发全白了 可是看那张脸呢 还是那么红扑扑 粉碌碌的 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啊 谁啊 赵云赵子龙 丞相情了 老头不愿意了 那当然 怎么回事 这全都派了 劈了啪啦 这番安排 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 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 丞相连一个字都没提 不提也可以 今儿丞相是怎么了 连一眼都没看赵云 您说这位老将子龙 他能高兴吗 他今儿可是特意出班 要问问丞相 丞相 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 难道说 您看我年纪 大了不成 说这和赵云 抓双手一泊海蟹的银燃 唯唯一阵冷笑 丞相听了 我随年迈尚有连泊之勇 马园之勇 二位古人尚不服老 何故不用我 活了 是啊 当初啊 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 连泊那是赵国的一员盟将 那么大岁数 服过老吗 没有 前汉将军马园怎么样 年纪大了吧 服过老吗 也没有 那么难道说 我比这二位差吗 为什么今天丞相 就不给我一支令呢 哦 赵云将军 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 挑了眼了 两边的文武 这么一瞧啊 大家也没敢乐呀 有不少人啊 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 四将军这脸挑的对 应该这样 看咱们丞相说什么 诸葛丞相 那是最了解赵云了 丞相准知道 我这一派兵 单单不派子龙 他是非活不可 诸葛丞相心想 这事也怨我呀 怎么呢 事先呢 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 就是说吧 像赵云交这么个底 哎 今儿个 你也到这个相府去 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 为什么不派 跟赵云说明白 说明白 恐怕也不行 那么丞相 那么丞相 诸葛亮 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 丞相心疼赵云 赵云跟随先帝刘备 创级立业 拼杀在疆场 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 这次啊 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 去收梦货 就不想带赵云去 不让他去不行啊 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 现在去北定中原 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呢 诸葛丞相舍不得了 怎么呢 西蜀五湖大将 滚张赵马皇 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 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 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 说什么 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 你看有这么位老将 往这儿一作战啊 那差大了劲了 要不怎么说 是驻石之将 骨弓之臣 不得了啊 别人假如说 要想进贩西蜀 一听赵云在那呢 他得合计合计 随便就派个小卒 坐在西蜀这儿 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 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 是想把老将军 留在成都 赵云不让啊 说什么我也得去 哎 子农 我平定南中之后 现在梦齐病故了 好似折我一臂 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 眼圈都红了 怎么马超病死 我没想到 就像断了我一条绑臂一样 无神惜之啊 非常可惜 我看将军年事已高 我看将军年事已高 不如 暂时留在成都 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 唐有春池 岂不 动摇将军一事 英明 以我看啊 还是留下来吧 以免 简缺我鼠中之锐气 哎 赵云听在这儿 把虎目一瞪 丞相 说的哪里话来 丞相 别人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赵云啊 我自从跟随先帝 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 欲敌则先 大丈夫得死于江长者姓也 五合恨烟 呵 这位老将军 气冲斗牛啊 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 我自从出世以来 跟随先帝南征北战 东党西沙 打的劲儿个了 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 大丈夫死于江长 为国捐躯 那是多么万幸的事 是个好事情啊 今日赵云不才 愿在丞相跟前请令 为前部 先锋 这先锋官归我了 哎呀 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 怎么留也留不住了 可是诸葛丞相 怎么也不忍心 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 子龙 你还是再想一想吧 还是 留下来的好 哎呀 赵云听的这个 噗噗噗噗 这擦掌 是擦掌有声啊 称相 今日如不把将领交与赵云 不派我坐您的马前 先锋 按赵云就一头 创死于阶下 把大伙下 你哆嗦 怎么 哎呦 老将军真急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 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 他要碰死 呃 丞相 诸葛亮吃了一惊 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声定听啊 他说一句是一句 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 不带错一点的 他要说创始 他真创 那不麻烦了吧 他 他这个 哎呀 丞相 举着这只令马左右看了 看心说 这谁出来帮助我劝劝呢 就在这时啊 过来了一位 向丞相禀守时礼 啊 丞相 我看您就把这只将领 给老将军了 我不猜 愿随老将军前往 做丞相马前先封官 哦 诸葛亮一看是邓芝 哎呦 丞相可放心了 怎么邓芝这个人呢 足智多谋啊 有他在子龙身边 他会很好地照看老将军 丞相一目示意 哪意思 等之 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 别让他一味地到阵前去厮杀 邓芝点头 我明白了 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 哼 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 号炮齐鸣 金谷大作 丞相亲自统凶兵三十万 北伐中原 后主刘禅 出城十里 为丞相剑行 君臣护道珍重 然后一声炮响 人马号号荡帐 离开了成都 这时会儿 早有探拿 暴雨了 魏主曹瑞 把这小皇上吓得呀 脸都白了 怎么着 朱和亮 率领雄兵几十万 打我来了 哎呀 赶快 聚文武来 一试 都口吃了 都磕巴了 赶忙把重文武全都找来 曹瑞把这事当着重文武 怎么一说 嘿 不管是文班之中 还是武将之内 有好些人 暗字里 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 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 这可怎么办呢 啊 眼看 兵进汉中 兵到汉中 德国来长安 长驱直入 大卫 就完了 哎呦 互相看了看 说目前的终点啊 有三分钟 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坑声的 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 还是让曹瑞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 就在这时 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 他抢步出班 出班见价 陛下 不必担忧 不是就是诸葛亮领兵来发中原来了吗 哼 别看他虎视眈眈 不可一世 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 请陛下传指 我要统帅一职人呐 亲自到汉中去 阻敌诸葛孔明 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达 来见陛下 喝 真有横人呐 中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 年纪不大 生的可是满威武啊 前胸宽背绑偷肚子腰汗 这张脸面似东瓜皮 清须须绿皮的 昏儿脚步着眉毛 那眉毛一个圈一个圈 是斜插入病 一双金睛蝶帽的眼睛 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甚人呐 鼻里口嗑大耳愁回 是喊一下无须 大家一瞧 哦 这位冤不得这么横 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 大将军下侯冤的少爷 夏侯帽 他要聚敌西蜀是肩负 报仇